Hello大家好,我是小番茄 收到粉丝提问 为什么吃鸡没有噩梦人机模式呢? 这个问题大家有想过吗? 毕竟在很多游戏里 官方都推出了非常厉害的人机 然而在吃鸡中却没有推出 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个原因就是吃鸡里的人机 其实是作为移动物资存在 不光能照顾玩家的游戏体验 还能给玩家送去物资 从这个角度来看 人机出现的意义就是被玩家击到 如果把它加强的话 就违背了光子的意愿 第二个原因就是吃鸡作为FPS游戏 光子做出噩梦难度的人机 看似简单 工程量其实很大 如果设置成字苗 那玩家根本玩不了 中间的平衡点很难调整 而且如何让人机掌握游戏意识 也是个很难的问题 因此综合来看 光子对推出噩梦人机的意愿应该并不强 不光会消耗那量时间 还有可能破坏玩家的游戏体验 有这时间还不如多出点皮肤 小伙伴们 你希望吃鸡推出噩梦人机吗 欢迎关注收藏分享哦 我们下期见